因為卡路幫救過輸件 1931年 日本高年政藤兵太郎曾經傳領的家鄭幫救隊 來掲到日本家主婚的阿軍 他的故鄉 日本愛媛縣的弟子中村時光 九季會議長三宅候政 特別傳領的教友團 在19號拜會加議市政府 當議市長明會前自傳領團隊一致接台 向香港和地物 同時照文化 體育和關公義地來合上交流 愛媛縣為了日本首國的西北平 向香港非常美麗 關鍵所在地就是有幫救王國志青的上山子 也就是1931年 傳領家鄭龍幫救隊 起庭家主婚阿軍的日本高年 靜藤兵太郎的故郷 今年是向台灣和日本幫救交流一百十年起點 日本愛媛縣的弟子中村時光 還有議長三宅候政 傳領交流團 在19號拜會加議市政府 收到市長明會一致的歡迎 對愛媛縣來講 他們很重要的 現在重要的棒球 還是在 還是影響很深 就如同我們台灣 KANO的棒球 可以說讓台灣 讓嘉義成為台灣棒球的原鄉 愛媛縣少爺劇場 他把他們的音樂劇 原創的KANO音樂劇 帶到了嘉義市文化局音樂廳裡面演出 我想這樣的演出也迎來了我們的老朋友好朋友 愛媛縣知事 中村知事來了 整個團隊我想這是很不容易的 雖然三年多的疫情帶給我們很大的 大家有距離 但是很重要 這去年我們就開始簽了MOU 那有教育文化觀光旅遊的交流 那在這幾年其實從去年就來 我們看到愛媛縣的棒球隊 還有教育 甚至我們這邊同軍也到愛媛縣 甚至還有更多的 你看這許多的交流 我想有這樣的交流讓我們兩個 先是有很多共同性 包括有目睹的嘉義跟林業的愛媛縣 還有我想很重要的就是我們的定位 都是為了地方發展當中我們的地方創生 用了種種方法 我們有很相近的目標 還有我們的願景 讓我們跟愛媛縣結起更好的姐妹情誼 所以我們迎來真的非常的開心 也希望透過更多的交流 我們彼此有更多的好朋友 讓大家有更長足的進步 邁向永續的發展 愛媛縣的管理上三次 以後就是日本的棒球王國 剛才是這次台灣棒球的環境 這次拜會相互交流非常多 剛才市長民會 也特別準備在家裡當地 來送給愛媛縣的第一次中村使館 還有議長三十號政 其他相互持續進行更多的交流 也信心搖車到區邊 有機會可以各自創團 前來參加每年 慶祝江議建設三百二十一十年 和江議市各地觀額者 還有主流三杯 各地仍是少年棒球搖車賽 來開啟欧縣各地的體育分化 和觀光的交流合作 創作兩次的生涯 西新新聞 丟定孫翁山 剛議期 彩虹波特 和ną 麻菲池麻 給我們 使用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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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